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我们要做一个大众塔罗占卜 就是关于未来七到十天的一个运势 未来七到十天的一个运势 然后我们今天有四组牌 一二三四 未来要帮助你们可以选择的关系 这边有四张牌你们可以选 然后我等一下才告诉你 这个四张牌代表的是什么 那么今天用的就是这一副 夭壽准的 这个Gypsy Oracle Deck Card 它这个其实是叫做 Sibilla Sibilla della Zingara 它是意大利的一个 你们都听过雷诺曼吗 雷诺曼是法国的 Lenomo 那这个呢 是意大利的 然后他们其实就是他就很类似 但他可能牌数不太一样啦 然后还有里面的内容的一些牌的这些 写的这些字是不太一样的 so 那根据我的过往经验使用这一副牌呢 真的 夭壽准 那 但是 那些是各占啦 那今天的话是这个大众陶螺占卜 所以呢 虽然夭壽准是没有错 但是大众陶螺占卜的话 你们 就是 不见得 所有讲的都会符合你 所以你就听看看 参考一下咯 你觉得有特别觉得有符合到你的部分 好 那么 四组牌 如果你需要更多时间决定的话呢 你就可以现在先暂停影片 时间周的话会写在下面的Description Box 还有我们的这个Message Box的地方 然后我们现在就要从第一组开始做解答咯 好 夭壽准 夭壽准 好 第一张牌是这个Merchant 好 今天这一副翻开来的牌呢 代表的是工作的部分 OK 所以抽到了这张牌呢 跟工作运有关 Merchant这张牌非常好 因为为什么 Merchant就是代表一个做生意的人呢 是吧 然后又跟你的工作运有关 所以这个Merchant呢 代表的就是你会在 你会 第一个你有可能赚钱 OK 因为通常这个Merchant就是一个商人的意思哦 那它也是Mercury代表的 所以要不就是你的点子超多的 OK 未来七到十天 你有非常好的想法 非常棒的想法 然后你就可以发挥你的创意 发挥你的想法 然后你的沟通能力可能也很强 超级Sales之类的 那么这个是会赚钱 有赚钱 的这个 就反而你做 你现在做的这个东西呢 可能是会让你赚钱啦 或者是可以提升你的这个位置啦 或提升你的这个能力啦 OK 总而言之是你会赚到一些好处的 所以对你来说是你会赚到好处 你可以赚到便宜的 是真的不错 工作运非常好 在未来七到十天哦 那么还有我这张牌Merchant的 也是代表你会想要接受一些挑战 因为有可能你已经对过去的东西 觉得你已经很熟悉的东西 你就觉得 已经是小菜一碟 piece of cake 所以你就会有点觉得无聊 所以你会想要去接受一些挑战 所以你可能会特别挑一些 有挑战性的事情做 所以未来七到十天 你会想要做一些不一样的事情 或者是你会想要去开发新的客户 这个就很有挑战了 我可不可以把这个客户拿下 我可不可以 又再把我的这个业绩 可以再提升再提高 或者我的这个创意 可不可以再创出更棒的一个创意 反正总而言是你会想要做一些挑战 或者是想要去找一些新的出路 新的法子 新的想法 然后你也会 可能会有一些想要设定一些目标啊 业绩的目标啦 或你今年这个quarter要做的目标啦 向拜年的目标啦 等等哦 所以你可能会想要做一个这样子的事情 我现在奋斗的一个点这样子 但是哦 这一张牌也要小心 就是也有可能 因为mercury这张牌就是 不是mercury mercury这个planet merchant他就是从这个mercury这一个字来的 那他的意思mercury就是一个非常调皮 很捣蛋的一个心哦 你想守护 他当然也守护处女啦 但他守护双子 你就要知道他是头脑非常灵活 灵敏灵快的哦 所以也要小心 就是可能 如果你以不注意的话 你没有发现一些事情 可能你会被别人骗了 别人比你更会说 比别人比你更会讲 别人比你的脑子动得更快 你就会被他说服了 然后你就会觉得 哦 好像可以是不是要合作一下呢 或者你说的这个产品好像真的很不错 那我们要不要签个约什么之类的 就是你会说的天花乱坠 但是如果你遇到一个比你会更天花乱坠的人 你就要小心会不会自己就会被对方说服了 然后就你知道 掉入他的陷阱里面 看是你设陷阱给别人跳呢 还是你跳到别人的陷阱里面 在未来期到10天工作上面 所以就要不要注意一点点哦 OK 但是基本上 我觉得 拿到这个merchant就是一个商人 然后你又是问工作运的这个部分 是不错的 OK 那如果你现在是学生的话 OK 学生的话 一样 你的脑袋特别的灵活 你最近学什么 你就很容易上手 你会觉得 嗯 啊 这个好简单 too easy 啊 这个太简单了 我腻了 我要换一个 所以你就会很想要 就东西你可能不会学的很 学他的 学太深 你会学很广 因为你就不想要一直钻研同一个东西嘛 你就会很容易腻 你会想要 嗯 去学别的东西 所以什么都想碰碰看 什么都想学学看 然后又很容易上手 你可能就是 哎 脑袋特别清楚 未来期到10天 我知道现在我们水腻 但是你可能没有碰到水腻 哎 你知道有的时候水腻也不见到 我个人的那个birthday chart 就是水腻的时候生的 是啦 脑筋有的时候的确会打结 OK 但是 嗯 我是 大家会觉得我讲话有问题吗 应该也还好吧 就可能会讲错话 或者说没有经过大脑之类的 就是水腻的时候 通常就是要叫你 小心行事嘛 然后你要再想一想再说出口 所以我有的时候 你就是要怕有没有祸从口出 所以这个顶桌子是这个问题哦 但是我觉得不 当然还要看水腻是在哪一个位置 那现在我上传这段时间 水腻刚好就是在他守护的双子座上面 所以不管怎么样哦 我觉得在最近这一段时间 你们呢学东西特别快 学习特别容易上手 脑袋特别灵活 很一懂一点就通了 所以非常适合在现在的这一段时间 好好的读书 因为你会觉得就是很轻松 OK 那同样的我这边讲 就刚刚 如果你碰到比你脑袋更好的 你就要小心会不会被对方骗了 被对方不怀好心 不怀好意的时候 说不定你知道就陷害你啊 把你的书偷走什么之类 我不晓得了 就是反正然后告状啊 之类 所以你也是要小心一下 别人可能会 动一些手脚吧 OK 耍一些小聪明 想要 就是扯你后腿 拖你下水之类的 或阻碍你这样 所以要小心这一块 但是我觉得运气其实是不错的 不管是工作运 还是学习运的部分 那如果你现在是要找工作的话 抽到这张牌 我真的觉得还不错哦 总而言之你就要发挥你的这个 什么 六寸不安之舍 是不是 去好好发挥你的这个说话能力 沟通能力 然后 推销你自己 把你自己好好的推销出去 找工作的人 你应该会成功哦 OK 这张牌很好 OK 那我们下一代看就是财运的部分 未来七到十天 财运的部分抽到的是 Surprise OK Surprise Surprise这张牌就是 惊喜 Right 还好 这张牌是惊喜 我觉得应该不是惊吓吧 OK 惊喜的成分是比较多的 那么这一段 这个这张牌当然是Surprise 是说真的是惊喜啦 真的是 有一个什么还不错的一些事情 刚好我前两天才 上传了一个影片 就是未来三十天 你会有得到什么样子的惊喜 可以去看一下 如果你们还没看的话 小小推销一下 我有发现走merchant的这个路线 有没有要推销 OK 那Surprise这张牌呢 代表一个惊喜 那你可以看到 这个人他在河边 还是什么 在船上是吧 他捞到一个东西 就是 找到了一个东西 发现了一个东西 所以他有可能是惊喜 但他也有可能是 发现 有一个什么很大的一个发现 重大的发现 或找到一个什么东西 所以 未来七到十天 你们的财运 可能真的就是Surprise 有一个惊喜 大赚一笔 像是那种意外之财 或者是 真的就是你可能 比如找到钱 不见得捡到钱 也有可能 我想说 不见得一定是去外面 你捡到别人 你去坐下 你说 我最近可能会捡到钱 就在外面一直低头在找 但这个是Surprise的成分很多 所以是不经意的捡到钱 那我这时候就要分享一下 我就是 大概一个多月 两个月前 我去遛狗啊 我去 我走 从我家走出去的时候 我都没有发现 但是 所以有可能就是 我遛完一圈 要准备回家的时候 在这之间的 十分钟 十五分钟之间 就是有人 经过这个 然后就掉钱 我回来真的捡到钱 但是你知道 捡到钱 我很怕会碎 所以 我捡到钱以后 我还不敢用 我就放在那边 放了一段时间 但是 是有发生一些衰事 但那已经是很久之后 所以应该不是捡到钱便衰 但是 但是我真的捡到钱了 而且捡到不是那种什么 二十五分的 什么一分的这种 我真的捡到蛮多钱 我捡到二十二块 哇 超多 那个 掉钱的那个人 应该是 不想要塞钱的时候 掉还是怎么样 反正 我左看右看都 空的 没有人可以给 所以 我就 拎回家了 好 有可能 你们真的会捡到钱哦 OK 那 掉钱的人 不是很衰吗 好 那么 还有 这一张牌呢 如果你去投资啊 或者是你有 你可能真的有破财啦 的这些什么可能性 就好像我们讲的 可能很衰的什么 你以为是一件 很衰的事情 surprise 结果 是一个好事来的 这也有可能哦 你现在可能陷入在一个 什么不太好的一个状况里面啦 或者是 比如说被套牢啦 如果你什么投资股票之类的 然后 问你投资任何东西 就是状态不太好 状况不好 哎 未来七到十天 可能会有一个逆转圣 可能会有一个 局势逆 逆转的这种 可能性哦 就是哇 怎么会这样 所以赶快趁这一段时间 如果你真的是 之前有一些状态是不太好 或状况你投资的东西不OK 或干嘛的话 可以趁这一段 这个最近这一段运势 好的时候 可以去赶快做一个整理之类的 那所以这个有好运会发生哦 在财运上面 而且真的就是 要不然你就会收到一些什么好消息啊 你之前可能很担心 很担忧的一些财运状况啊 之类的 会得到好消息 会有好运 所以财运方面也是非常好 刚才就我们讲的捡到钱 你可能在外面捡到钱 也有可能你在家里面整理东西 大家可以 真的可以试试 就自然抽到这张牌 就在家里面 好好的 整理一下 每一个裤子啦 包包啊 什么都翻起来看一下 说不定你就发现 之前放在哪一个包包 或裤子里面的钱 就被你找到了 这也有可能 我爸之前就是特爱 把钱放在各个地方 他会买那种什么皮带 皮带那里面夹成有一个钱啊 什么他自己放在那里面 他都忘记了 然后我妈整理的时候 就一会儿就找到钱 一会儿就找到钱 然后就把它全部占为己有 所以说不定 这个真的就是 不见得是在外面找到钱 说不定在家里面找到钱 也有可能哦 OK 好的 那么 哦 还有像我表弟也是超爱乱放 就是把钱藏在一起 他说他姐姐会偷 然后他就把他 防他姐 然后结果 他就 把他藏在各个地方 然后他最后啊 金鱼脑 他也忘了 他藏在哪里 他根本就不记得 然后他姐就 然后他 就是 然后他姐姐去他房间 就 欸 找到钱 然后就把他嫁回己有 所以真的就是有这种 好运 OK OK 最后我们来看爱情运的部分哦 OK 爱情运你们抽到的是 Melancholy OK 爱情运的话 比较差强 人意哦 可能会有一些 嗯 心情有点 不好啦 或者是 爱情的状况 可能会让你 会让 爱情的状态 或状况 会让你有点 呃 难过啦 或不高兴啦 或者是会觉得 特别lonely 所以单身的话 如果未来千万十天 要脱单的可能性 其实是比较低的 你可能就会觉得 好lonely哦 然后要不然就是 你会觉得 为什么 我都找不到 好的对象 就是如果你真的 碰到对象的话 那个对象可能 烂桃花之类的 或者想要 骗财骗色之类的 或者是 嗯 就是 就是没有人 OK 就 碰不到你喜欢的 没有什么好的 之类的 嗯 所以这个还好啦 就未来七到十天嘛 所以OK啊 你的财运 跟你的那个 工作运超好的 你也没时间管人家 对不对 暧昧的状况也是哦 可能会让你 有点想叹气哦 OK 这个是melancholy 就是有点难过 你可能会很想哭 觉得 为什么都不理我 或者是 嗯 就反正 或者是对方 你就觉得 其实也不见得 是一定是 对方对你做什么 也有可能 就是你不想要啦 你就觉得 啊好烦哦 啊 我不想要 爱情很烦 很麻烦 什么之类的 所以有可能 你是 是你不想要 right 然后你就会 很忧郁啊 然后你就会 想说 啊 烦死了 烦死了 爱情真麻烦 这样 那交往中的 也是一样哦 不是说 哎就会分手 或什么的 只是你就会 很烦 所以可能 你就会有一些 出现烦心的 事情啦 不顺心的 事情啦 或者是 你的 你的partner啊 做什么事情 让你很不开心啊 你就很想哭啊 或他不懂 你的心啦 那也有可能是 你 你让你的 你的partner 很 很想哭 然后很烦心 然后因为 你不懂 他的心 所以这个 这个当然是 你们自己看 是你还是 对方 OK 但是 就是会出现一些烦心 然后不顺心的事情 然后就会让心情 有点沮丧 有点down OK 那么 如果是想要 复合复联的话呢 这张牌真的就是 会让你觉得 忧郁到不行 然后你就会觉得 为什么 为什么 为什么分手 为什么不联合我 为什么 OK 未来敲十天 所以你就会 一直有那种 好想哭 然后很委屈 的这种感觉 那 你说有没有机会 能够复合复联呢 因为出现是 melancholy OK 所以 真的是 不太乐观 复联跟复合的 可能性 在未来七到十天 可能 比较 不那么OK 那 但是我觉得 因为你财运 跟你的工作运 很好啊 所以 你就把你的 这个focus 未来七到十天 你把你的注意力 放在 赚钱 跟工作上面 也许 你就不会 觉得 为什么我这么可怜 我的爱情 怎么会这么不顺 所以这个就是 给一号牌组的 一个解排 希望对你们有帮助 如果你们有任何 想要跟我分享的 都可以写在下面的 留言区 那也不要忘记 帮我分享 订阅还有 按赞我的频道 还有我的影片 可以顺便把小铃铛打开 谢谢你们的观赏 我们下一个影片 再见咯 拜拜 如果你们是选择 二号牌组的话 那么就选到了 这个 baby OK you pick the baby it's a child 好 这张牌 代表是什么呢 就是你未来 七到十天的 工作运的部分哦 所以 抽到了 baby 抽到了这个 child 代表什么 我觉得你们在未来 七到十天 第一个 这个代表一个新的开始 新的可能性 新的机会 OK 所以呢 有可能你们会开始一段 新的 去一个新的公司 或是 开始一段新的project 或者是你会被接收到 你会被 指派到一个新的 做一件什么新的project 新的东西 之类的 那 也有可能 这张牌 它是代表的是 这个 就是你有一个baby 你可能想要去创造 一个什么东西出来 所以比如说 你是走艺术的东西 你的那些艺术品啊 或者是你写出来的 如果你是作家 那你写出来的东西 这些都算你的baby 你就会 你想要创造出 一个什么东西出来 在未来 七到十天 所以非常适合 如果你是 比如说 需要去做一些 创意的东西 不管你是什么 工程师啦 设计师啊 什么什么的 是有跟着创意 要去生一个baby 出来的这个东西 有关的话 我不是真的 这个是一个比较抽象的 OK 不是真的叫你去生小孩 因为这个是工作 运的部分 所以是 一直你的 你把它当宝贝 一样的东西 OK 所以你可能 未来一样的 会有这种新的idea 新的想法 新的机会 新的创意 OK 所以会有这种 很多这种新能量出现 那如果你跟这个没有关系的话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指派新的工作啦 你会可能你会被调派到新的职务啦 然后甚至真的有人就是去一个新的工作的场所啊 然后开始一个新的工作啦 然后如果现在是在找工作的话 这张牌也是真的就是有 我觉得是蛮有机会 你真的可以试上 然后你就要新开始 所以这个是有的 那这张牌要注意的一个东西 就是不要再回想过去 因为这个这张牌是代表新开始的 所以你如果一直在说 哎呀想当年啦 哎呀我之前怎么怎么的话 你就没有办法往前喔 那你反而会留在过去 那你就会被新的淘汰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要跟着一起进步 一起往前 一起去做创新 然后去迎取新的机会 有机会来临的时候 记得要去把握 而不是还在想说 啊怎么怎么之前怎么样子 不要留恋过去 然后或者是缅怀过去 或者你之前可能做错了什么东西 那也没有关系 It's in the past Right 你就学学 从中学习到一些东西以后 然后面对新的挑战 因为未来接下来七到十天 是有个新的东西开始喔 那如果你现在是学生的话 也是一样新的挑战 新的开始 你可能换一个新的学校啊 或者是就是真的是 学习新的东西 所以你也蛮适合去学习一个新的什么技能啦 学习一个新的什么 不见得一定是学生啊 就现在即使是在职的人 我也可以建议你抽到这张牌 如果不是跟新机会啦 或者是拿到一个新project有关 那你不妨去学习一个新的技术 新的技能 他可能在未来可以有机会帮助你在你的工作上面 OK 所以学生就是有也是有这种新的可能性在里面 学生唯一这个的确要小心一点点喔 因为你是学生的话抽到了这个child 不要偷藏禁果好吗 说不定真的就不小心就那个了 OK就中奖 这个倒是有可能喔 那因为工作运就是现在正在工作的人的话 就是真的是跟baby有关 但学生就是你们真的要小心一点 不要太好奇了 OK 嗯好 那么这个是工作运的部分 我们接下来看 嗯 那个 财运的部分 OK 财运的部分 我们抽到的是scholar OK 财运的部分抽到的是scholar scholar代表的是学者 所以呢 呃 代表你们未来的这个七到十天 财运的部分喔 你要真的是要好好的学习 这张牌有点就是你知道 呃 你不理财 财不理你的这种感觉喔 而且你要想一下喔 这个是scholar 而且你看到没有是一个一个这个比较年纪有点大的人 所以还有就是喔 你的财运的部分或理财的部分你要想的是长久 OK 长远的这个 呃 的计划 所以可能你要对你的比如说退休 即使你现在很年轻 你可能现在才二十几岁 so what 我二十几岁我就真的 因为我那时候 我那时候在工作的时候 呃 在美国的话 它是有一个叫4-1-K 其实就你的退休的那个退休计划什么之类的 然后就 他就问你说你想要 呃 就问一大堆问题啊 这样他就知道 哎 你要怎么样子去投资你的钱什么什么的 然后我就上面就写说 他说你什么时候想要退休 我就写四十 哈哈哈哈 我现在 然后反正就是你知道 那时候就觉得哇 我那才二十几嘛 我就想说好远哦 二十年内什么的 而且我一点都不想要 嗯 就是这么辛苦工作什么的 就想四十 然后他就 所以反正最后写下来就说 你要投资的方式就是aggressive 嗯 一年要赚很多的那种 但是不管 反正呢 有这种 退休 或者这种长久计划 才是好的 OK 所以其实就是我真的是很 而且我那个时候 坐在我旁边的那一位 他就是真的 我们因为很闲啊 所以我们就常常在聊天 然后他就告诉我很多很多 关于这种理财的东西啊 什么的 然后 然后而且我也不想 哎 我那时候是跟 想不起来 但是反正就很小的时候就有 就有那个 这种观念就觉得 反正 嗯 我要 我要赚很多的钱啊 之类的 而且要舒服的赚 嗯 这种passive income 这是 这是学校学的吗 还是我跟 就是你知道 跟年纪比较大的人 讲话就会有这种 年纪大的人的给的智慧 当然你要看啦 也有很多年纪大的人 没有智慧 不会给很有智慧 不是没有智慧 是没有给很有智慧的一些 呃 建议什么的 但是 呃 一般来说 right 经验 丰富的人 就会给你很多很好的建议什么的 然后从他们身上 我就学到很多东西 然后 呃 就 就一直在想说 啊 我要 我要 而且 而且真的就是在讲 我知道电视场上讲说 啊 你什么四十岁 五十岁 才开始理财 就是too late 但是我个人真的认为 没有太晚 只有不开始 OK 就是 你都不 你就是想 一直想 啊 现在就太晚了 那难道你就这样就不开始了吗 No 那你 如果你现在很年轻 你就会想说 哇 我还有好多时间 可是我真的要讲 一下子 时间就过了 呃 越老的时候啊 你真的会开始觉得 时间过得越来越快 年轻的时候 还想要 哇 度日如年 然后 现在 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 就会每天想说 怎么现在就已经 我天黑了 哇 今天就 六月底了 呃 现在是五月底了 然后怎么 哇 2022年 哇 怎么已经2025年了 有没有 所以就是 过的时间过得真的很快 所以真的是 长久的 我可能这样有点在缩脚 但sorry 我share一下我的经验 我真的觉得可以提早开始 真的没有太晚 只有没有开始 ok 所以这张牌出现的话 才可以去计划一下 你退休的时候 你什么时候想退休 你退休的时候 你想要赚多少的钱 那么你这样就有一个目标 去 去 有个动力嘛 所以我真的 我其实 20 别人每个人都好羡慕 我就说 因为 ok 我这里 大家会不会要track 我要发现 就是我真的是很 我一直 我大概才 就20 真的是20出 我才刚 就是我开始使用苹果电脑以后 我就一直很想买苹果的股票 所以我是非常早就买了苹果的股票 然后别人知道我是在 他没有现在分割分割再分割 之前我就买了苹果股票 大家超羡慕 就说 哇 那你一定赚很多钱 可是那个时候就是 我就有这种想法 我就觉得 其实要 真的要追溯 我以前在加拿大学 数学课 我真的超谢谢 那个数学老师的 我们在数学课的时候 老师 有一个课题 他等于是那种 不是课本里面的教学 他就是要叫我们 另外做的一个 extra的一个 homework 就要叫我们去看股票的东西 然后他就说 你们每一个人 都有多少多少钱 然后你就要去看那个股票 然后follow那个股票的东西 不知道 好像一个月还什么的 然后 你就自己 反正就给我们一个数量 每个人都一样 就说 可能就说 你现在有5000块这样 那你会想要买 什么样子的 stock 然后买多少 你全部要记录下来 然后你就要每天去看 然后我那时候记得 现在大家就知道我其实 那时候还没有电子的东西 就是你真的要去买报纸 去看那些 那个股票的 那个 今天的买卖的数量 还有价 就是他的opening多少 closing多少钱 什么的 然后你就要把它通通都写下来 然后 因为一开始他给你多少 你就要把它全部分配 你买多少 有些人可能就只买一个 有些人像 我其实已经不太记得 我只记得有这个功课 然后我就要写下来 然后 我就是在那个里面 然后一个月之后 我们就来看 如果你卖掉 现在卖掉 你中间也可以卖 然后你就换 反正你就是要做一个 这样子的一个功课 就是了 然后最后就是大家来看 你赚了 最后赚多少钱 哇 我记得我最后是赚的 但是就从那个时候 我就知道 股票是这个样子 没有很难嘛 然后所以后来 我就是很想 就知道有苹果电脑什么的 我就想要买苹果电脑 但那时候也不会 那时候已经电子 电子的东西 然后但是我只知道 股票你还要付什么 手续费什么的 然后我就不懂 然后我真的就 我说我旁边的那个人 他就教我 他就说 你不用了啊 你不需要那个作业员帮你啊 你就上网就可以弄了啊 非常简单什么 你只要交易一次 就十块钱美金什么什么 他就帮我 把所有东西都set up以后 他就说 好了 你现在可以买了 就从那个时候开始 然后后来我就帮我家里面的人 全部都做 所以我们在很早之前就买了 然后就 反正呢 就二十几岁的时候 所以 大家 所以真的没有 现在真的那个股票涨到不行啊 Apple就是真的没有跌啊 好吧 最近有跌 但是 你知道那些大人哦 就我爸的那些大人 就一直在问说 所以 Vivian 你现在Apple的那个股票 现在你赚多少啦 就是 大人为什么就很爱问你说 你赚多少钱 真的很讨厌 我就说还好啊 没有很多啊 不想跟他说 好 呃 所以这个就是跟你讲说 你要有一个长远的计划 OK 然后呢 去投资 因为这个是Scholar 而且这个东西我必须要讲 因为出现的是学者 所以其实还是跟我刚才分享的故事有关哦 OK 所以 第一个 你要去找 找 比如说你去找一些真的是对这个这个行业很熟悉的人 叫他给你一些建议 或者是一些长者 有智慧的长者 真的 有一些长者不见得有之后 我真的要这样 但是 那你真的有很有智慧的长者 就是真的可以帮你 像我 比如 其实我旁边那个人也没有很长 他其实那时候就大 我大概十几岁 但就真的是长者 他就 哇 他就 因为他有开 开餐厅啊 什么什么的 然后他就告诉我 要怎么做 什么什么 真的学习到超多东西的 然后他就告诉我怎么弄 所以真的 你找对人的话 他就可以帮助你很多 然后这个学者这张牌 也代表的是 你要去 真的去学习 你要下功夫 所以不是盲目的去做 所以这个未来七到十天 虽然是只是七到十天的能量 可是真的可以开始去做这件事情 如果想要变有钱人的话 对吧 所以出现这张牌 意思你可以开始去学习理财 或者是如果你已经在 你已经超懂 超懂这个投资理财 我刚刚讲的这个东西 你就想说 哪有我厉害 那也OK 你厉害 你超棒 的话 可以再 再更棒咯 再更精进一点 然后 你可以把你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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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什么 你的目标 可能再 再设多一点 再设高一点 或者是怎么样子 反正这个是一个 我觉得 scholars 他是学者 学者就是学习 是永无止境的 永远都在学习 所以这个我觉得也是一种 不能太自满的 这种状况 我真的 之前 超 骄傲的 我说 你看 我帮你买的多好 因为我后来又 最近又是 就前一阵子 去年年底的时候 又帮我妈 帮我妹啊 什么的 又再买了一些 Apple的什么 然后就说 你看我帮你买的多好 可是我真的可以讲 最近 就太自满 最近啊 Apple跌到不行啊 然后大家都说 哎 那我就 哇 羞愧 我说没有关系 我们再等一下 OK 那 所以学习 很重要 OK 收集资料 很重要 所以这一个 目前 这张牌可能 比较适合的 不是去 开始做什么 而是要 收集资料 跟学习的部分 OK 那破财的话 我是觉得还好啦 你可能破财 真的就是 破财在 买书啊 学习啊 这个我又要 share一个故事 就是我现在在学习 星座很多东西嘛 之前我已经就在学 但我现在真的就是 想要特别 非常的深入的研究 就是这种 scholar的意思 我呢 已经砸了 超多钱 在买 买那些 各式各样的课本上面 但是我觉得 他以后呢 能为我赚钱的 对吧 所以这个就是 知识 就是力量 OK 知识就是你的财富 所以你的财富 是你的知识的部分 OK 未来七到十天 好 那么 最后我们来看的是 爱情的部分 爱情的部分 我们抽到的是 friend OK 抽到的是朋友 未来七到十天 你们的公共 这个爱情 我觉得也不错 但是他比较 倾向于是朋友 所以不要 太着急 OK 所以有可能你 第一个 单身的话 你们有可能是 碰 可能不是新人 可能是你周遭的人 还蛮有机会的 跟你已经是朋友的人 或者是 你可能碰到 的确碰到一个新的人 可是你可能 不要太着急 OK 对方可能就是 想要先从朋友做做看 先从朋友做起 或者是你也可能 不要 就可能对方也不着急 就想要先从朋友 做做看 Right 或你不着急 你想要先从朋友做看 所以就是 先当朋友 然后慢慢看 是怎么样子的 一个状况 所以可能蛮有话聊的 可能蛮 感觉起来 就是 谈话起来 很舒服的 OK 这个是 如果是 新人的话 但是这个也很有可能 是跟你周遭的人 有关 你可能有 其实有 你的朋友 是不是他现在 正在偷偷的 喜欢你 你不知道呢 还是你已经知道了 你身旁 其实是有 喜欢你的人在 就是你的 friend OK 那么如果是 这个 暧昧的话 OK 如果你是暧昧的话 现在其实你们的 你们的关系就是 像朋友一样 我觉得也许就是 那个所谓的 朋友以上 在恋人未满的状态 所以其实还是 是那种 暧昧暧昧的状态 所以可能就是 维持 那如果是 已经交往中的话 那么就是 你们可能 已经交往 蛮长一段时间 或者是已经 彼此太熟悉了 所以现在就是 感觉 就是很舒服的 你可以在 在 在 相处 像朋友一样 无话不谈 或者是 这给你的建议是 如果你们已经 老夫老妻了 那么 你们要去重回到 好像那种 之前那种 像朋友一样 可以无话不谈的那种 不要 因为你知道 一旦太过习惯 一件事情的时候 可能就会特别的 特别的跟对方讲话 会不耐烦 或者对方讲一个 你就会觉得 烦死了 讨厌死了 所以要回到那种 哇 你好棒哦 这种很像 像朋友一样的 这种关系 我不是 就对他再有多有点耐心 像朋友一样 或者是可以 如果有什么东西的话 把它当作你最要好的朋友 的方式去做一个经营 我觉得会不错 OK 最后是这个 分手锻炼的族群 你出现了friend 我必须要说 可能你说要复合 也许几率比较低 但是 恢复到朋友的关系 或者是 互联啊 或者恢复朋友的关系 我觉得 是有可能的 在未来七到十天 所以 这个就是 给二号牌组的一个解牌 希望对你们有帮助 如果你们有任何 想要跟我分享的 都可以使在下面的留言区 那也不要忘记帮我分享 订阅还有按赞 我的频道 还有我的影片 也可以顺便把小铃铛打开 谢谢你们的观赏 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咯 拜拜 好 如果你选择的是 三号 这一张牌 Hope 我知道它看起来就是 这张牌看起来好像很衰的感觉 因为它又 带着纱布啊 这样靠在那上面 可是这张牌是好的 OK 这个是Hope OK 未来七到十天 你们在工作上面呢 抽到的这张牌 代表的是工作的部分 所以未来七到十天 你们在工作上面 是有很多很多的希望的 OK 所以 我觉得工作运 其实是不错的 而且你可能 你有希望一些什么东西 OK 它有可能会有实现哦 OK 那 Anticipation 这个 这个你必须要看 就是它其实是坐在一个山丘上面 在等待 所以 也许 你希望达成的一些东西 未来七到十天 不见得它会马上实现 但是它是值得等待的 OK 值得去期待的 OK 而且它在 它在未来 OK 在未来的时候 很有机会去实现 这张牌呢 你知道因为它代表的是希望 它代表的是 它代表的是希望 希望代表的是什么 你要相信 这个就有一点点像吸引力法则了 你相信你有这个信念 你觉得它会发生 它就会发生 所以 同理可证哦 你相信好的事情 它就会发生好的事情 但如果你是一个比较负能量 负面的人 你老是想东西都想坏的 那你就有这个心理学里面 也有证实 self-fulfilling prophecy 自我实现愿望 就是你一直想坏的 那么就很有可能 它真的也会实现 你自己就把它实现出来了 所以 我觉得self-fulfilling prophecy 可以是好的 也可以是坏的 你相信它是好的 它就是好的 它就会发生好的事情 你相信坏的 你老是乌鸦嘴 right 老是在那里讲一些 比较负面的东西 那么你就会容易实现 这种负面的东西出现 所以 当然我们是人嘛 难免就会觉得 怎么会有这么好的事情 right 我也会这样想 但是 有时候就会想说 不能这样想 要相信会出现好的事情 那我必须要说 其实我真的觉得 我还蛮幸运的 可能因为我真的也是 不想要想那么多啦 所以就会觉得 传到桥头自然值的那种 所以通常它真的就值了呢 OK 所以这个是代表你要相信 OK 你有信念 它会发生好的事情 它会实现 好的事会实现 它就会实现 那 那不管 我觉得如果你想要的 发生的事情 你很期待的事情 你只要有信念法 OK 所以 未来七到十天的工作运的话呢 我觉得 就我们刚才讲了 不见得你要想 这个事情一定会发生 在未来七到十天 但是你有信念的话 它一定会发生 OK 所以比如说 啊 我想要被调出去 我想要升职 我想要加薪 你有这样的意念 你有这样子的 那个意图 那么我觉得 你就会朝这样子的一个方向 去发 去努力 那么我觉得 它成真的可能性 就会非常的大 OK 如果你是这个学生的话 同样的 你也是 你有信念 你相信 啊 我的成绩 但你不能只是 我有信念 我会成绩好 但你有没有努力 所以这个东西 一定还是跟努力有关 你还是要努力 你努力 然后你又相信 这 我绝对可以 我可以做得到 那么我觉得 你实现你的愿望的几率 非常的大哦 而且 我觉得你越有信念 你的这个努力 越努力 我觉得它成功的 速度就会越快 那么 还有就是 现在正在找工作的 也是一样哦 也许你不会马上听到回音 但是你要有信念 你要相信自己可以的 自己绝对是最棒的 自己最行的 你绝对可以打败 所有的那一些竞争对手 你是最棒的 你是最好的 那么 你达成的这个 你这个愿望的可能性 就会 破表 OK 所以这个是有希望的哦 OK 这个是 不管你在工作上面 在学业上面 或者是在找工作的 都是有希望的 所以不要放弃希望 好吗 好 那么我们现在来看 未来抢十天财运的部分 你们抽到的是这一张 Sweetheart OK Sweetheart 甜心 甜心通常是代表的是那个 女朋友啦 OK 就是甜心啊 对不对 所以 未来七到十天哦 因为 我觉得 应该要这样说 投资啊 或理财的这个部分 你可能要看一下 就是跟 我觉得你的 贵人 因为出现的是这张Sweetheart 这张牌 所以你的贵人呢 是一个女性 或者是女性能量很强的人 OK 女生 或者是女性能量很强的人 但是我不要说 这个是Sweetheart 所以要跟你有一定的交情的人 OK 所以 未来七到十天 可以带给你不错财运的人 是一个女性 或者是女性能量很强的人 然后给你还蛮熟的 OK 可能是你的太太啦 你的女朋友啦 OK 或者真的是 我觉得是比较年轻的 因为我们的确还有一个older lady 那这张牌是Sweetheart的话 她应该是比较年轻的女生 所以也有可能是你的闺蜜啦 你的红粉之极啦 OK 或者你的老婆啦 你的女朋友啦 那同性也是一样哦 因为你们哪一个人是 阴性能量比较重的 阴性能量比较重的那个 就是会给你带来好运的 那跟你是要有比较密切一点的关系的 我们刚才讲了红粉之极 或者真的是老婆女朋友 的 会带给你财运上面的好运哦 所以你可能要听从他们的意见 他们会给你好的意见 我觉得你现在应该投资 No 我觉得你现在不应该投资 我觉得你应该在这个上面花钱 他应该会给你带来一些 不错的一个回馈或什么之类的 所以财运的部分 他们是有一个女生 女性 年轻的女性的贵人 OK 或者年轻的 阴性能量的这个贵人 好 我们现在最后来看哦 是这个 爱情运的部分哦 你们抽到的是这个 sai OK 叹气 叹息 所以未来这张十天哦 你们的这个 爱情运可能 也是一个差强人意哦 可能就会让你 很想要叹气 就觉得 为什么会这样哦 那有可能 你们自己对应看看哦 这可能不见得所有人都是这样 OK 因为这张牌是比较负面一点点的 第一个 如果你是单身的话 可能就是脱单的可能性比较低 所以你就真的是很想叹气哦 如果你很想脱单的话 如果你不想脱单的话 脱单的话 应该你是开心的吧 还叹什么气 你会想说耶啊 所以单身的朋友 如果你很想要脱单的话 你可能就是遇不到好的对象 反而就会 或者是遇到的对象 让你很想叹气 OK 你就想说天啊 怎么什么鬼 然后就妖魔鬼怪 你就觉得很想叹气那一种 那么 如果你现在的 在暧昧的状况的话呢 出现这一张牌也是一样哦 你们现在身处的状态 可能会让你很想叹气 可能有一些事情不太如你 像你想象的那个样子 那 你可能就会觉得 对方可能对你不好啦 或者是你开始觉得对方好像没有那么OK 然后所以你就想到那个对象就会 所以开始对 开始这个状态让你很想叹气 或者是你已经对这个人比较缺乏兴趣了 那也有可能是对方 就是也有另寻别的人 所以让你们的整个暧昧状态有点 不怎么样 就很想叹气 所以有可能 除非你真的很喜欢这个对方哦 要不然的话 就是有可能会 各自寻找新的对象 也是有可能的 就是可能腻了呀 之类的 那么如果现在是正在交往当中的话 跟刚刚暧昧的状态是一样的 就是可能你们的 交往的状态 或者现在你们在一起的状态 有一点是令人想要叹气的 就觉得什么鬼 然后或者是你就对对方 你对对方很不满 或对方对你有一些不满 所以我会建议如果抽到这张牌 你们应该要去 找出来问题的关键点 在未来七到十天 要不然的话 这样的状态就是会很不舒服嘛 这个就是心里不舒服 可能是你不舒服 可能是对方不舒服 所以就很想叹气嘛 所以就是不太 不太OK的状态 所以可能会觉得自己好孤单 都没有人理解我 或对方也可能觉得 你都不关心我 你都不理我 所以就是有一点那种 渐行渐远 有点冷淡的那种感觉 但是不一定全部的人 都是他一定会分开或分手 但这一张牌的确也是有 对某一些 可能是在暧昧啊 或者是正在交往中的话 是有分开的可能性的 就是因为已经腻了嘛 或者是已经感情淡了 或是什么 就很想叹气了 的状况的话 也有可能会在思考 想要离开或分开的状态 但我们刚才讲的 这个不见得一定是会分开 OK 如果你真的就是 状况让你很无语 然后让你很失望 很不开心 你们要找到一个 找到那个问题点 然后把它 work out right 把它解决 我觉得当然还是可以的 因为这个只是一个叹气嘛 叹息 所以 真的不是所有的人都是 这个都是会分开或什么 有一些就是真的是 状态让你很无语 或者你觉得对方不关心你 好像感情有点淡之类的 那 还有可能 也有可能是非常的 或者 这张牌也有一个可能性是 你很怕对方走 这个有 这个不见得是 真的会分开 但是你很怕会分开 所以你会被你的恐惧给主导了 OK 所以你会被你的恐惧给主导的时候 当我们被恐惧主导的时候 我们就会做出很多不理性的事情 然后 你自己回头想的时候 你就会想说 天啊我为什么要这样 当然我也有经历过这种状态 所以我非常了解 然后就会觉得 天啊不是我 我怎么会做这么丢脸的事情 那 但是那时候实在是太害怕了 所以就会做一些 你之后回想都会觉得很唾弃自己的事情 但是 没办法 太害怕了 被恐惧主导的时候 就会做出 让自己后悔的事情 所以 建议就是不要让你的恐惧 不要被恐惧战胜了 OK 如果你真的是太很担心这个的话 通常你就要去找一些事情 转移你的注意力 所以你可以去把它转在 去工作上面啦 去理财上面啦 或者是跟朋友去玩啦 去出去喝茶啊 什么之类的 就不要让恐惧给 给占领你了 这样 那最后是复合复联的 就现在是断联的 就分手断联的 的这个 现在这个状态就是让你很无语啊 让你很想叹气啊 然后你也是 可能你非常的害怕一个人吧 你就会觉得我一个人没有办法 deal with anything 我一个人没有办法活 我需要对方 这样子啊 还是一样哦 就不要让恐惧给主导你了 你一个人也可以很好的 你一个人 你你没有 一个人的时候你 嗯 你没有试过一个人可以去做很多很多事情 你怎么知道你不行呢 你可以试着坚强一点起来 而且当你坚强起来 而且你不要这么的负面的时候 也许你的能量就会变了 这个还是一样哦 我觉得三号牌组蛮多这种吸引力法则的感觉哦 就是你不要吸太多的这种负能量的东西 因为负能量加起来就会有负能量 你要相信 会有好事发生 然后你越开心 你越有这种乐观一点的想法 也许就会有好事发生 也许就会有你意料之外的事情发生 那 现在是把你的状态把它调整一下 因为这个抽到这张牌的话表示现在在爱情里面的 你可能 你如果现在是有办的话 那就是有可能是你 也可能是你的对象 那如果没有办的话 那么就是有可能是你 你的状态可能现在还没有到调到最好的部分 所以你可能还需要一些疗愈啦 你可能还需要某一些地方你会想要再加强一点啦 不是说你不好 只是呢 就是可以让自己的状态更好 right 的时候 那当你很爱你自己的时候 我觉得你就可以能够吸引到爱你的人 对你好的人 那么未来七号十天 就是非常适合你去调整一下自己的状态的时候 OK 这个就是给三号牌组的一个解牌 希望对你们有帮助哦 如果你们有任何想要跟我分享的呢 都可以写在下面的留言区 那你不要忘记帮我分享 订阅还有按赞我的频道 还有我的影片 也可以顺便把小铃铛打开 谢谢你们的观赏 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咯 拜拜 好 最后四号牌组 你们抽到或你们选的是这一张猫猫 这张猫猫呢 其实上面写的是 Falceness Falceness 对不了焦 Falceness这张牌呢 代表的就是骗人 或者是欺骗 隐瞒 这个是你在工作上面 所以你在工作上面 你要不要小心 在未来七到十天 是不是有人会欺骗你 会有人来隐瞒了一些事情 对你 所以我觉得如果对方有一些 不管是你的客户 你的上司 你的同事 给你保证一些事情 我跟你讲 我可以 你不要相信他 你要保持怀疑的态度 至少在未来七到十天 然后你背着一个什么那种 Plan B Plan C那种 因为就很有可能 对方说一口答应 什么可以怎么怎么做的 结果最后临时就是 Something wrong 然后出问题或什么的 所以如果你有一些 备份的这个计划的话 你就可以马上补上去 就 不要被对方的这种 甜言蜜语啦 哇 看起来好像 外表看起来很有自信的样子 给骗了 OK 对方说不对 就是只有一张嘴而已 然后讲 说的比做的好听 然后只能讲 然后但是实际的能力 其实是不行的 或者是他可能 这张牌还有一个是 Falseness 因为也有可能是 对方假装好像对你很好 所以你也要注意一下 这种假面人 他可能是这种 对你在讲说 哎呀好像 好像 就好像 怎么讲呢 好像对你很好 但是在你的后面 就是你知道做 弄一种手脚啦 或者是什么 还有这张牌 也有代表的是 嗯 谎言啦 甚至是一些那种 corruption 就是腐败的一些东西 所以可能你在公司里面 就会发现 天啊 老板好腐败啊 上司怎么这个样子 就是你知道很多那种 黑箱作业啊 政治的东西啦 大家勾心斗角啊 什么这种 所以你 我觉得啦 我个人的 明哲 明哲保身的这种 经验 就是不要get involved 当然每个不一样啦 我知道有些会说 啊你一定要选边站 要不然你就会就会变成是那一种 呃 两边都不不喜欢你 你就变成那种边缘人什么之类的 可是嗯 我是真的就是完全不管 然后永远站重立状态 呃 时间到了 我就 就不管以前在公司里面啦 还是 当然公司里面 我就是跟大家都很好 呃 同事也会跟我讲一些 啊老板的坏话 老板也会跟我讲 啊什么什么什么的 所以就是 呃 我都是 反正我是以真诚以对啦 然后 我觉得可以share的东西 反正我就share我自己的东西 对不对 别人就会觉得 哦你都 既然你都分享了 我可以分享我的给你听这样 那呃 在以前在 哦 在 演员学校 那个才drama呢 那各式各样的流言蜚语 我每天我反正时间到我就回家 完全不参与 那里面我 乱到不行 然后我以为我就是 啊 大家 就我非常的低调这样 然后我朋友就说 没有啊 大家都知道你啊 然后但是他 然后就 哦 他说 但是大家都没有讨厌你啊 我就说 嗯 OK 哈哈哈 因为反正就知道 我反正不care这些东西 so anyways 未来七到十天 你们要注意的就是这种假面人啦 或者是这种 在公司里面的那种勾心斗角的东西啊 那你不要 不要傻傻的就变炮灰了 OK 或者被欺负了 被人家卖了都不晓得 这个部分 这个部分要小心一点哦 嗯 还有哦 嗯 还有这个 如果你现在是在学校 你是学生的话 是同样的 就是你要小心 对你很好的人 他可能在背后 背后 大 大说 特说你的坏话 所以你要小心这种双面人啦 双标人啦 然后你有的时候 然后甚至我觉得有的时候老师 我今天刚才在跟我朋友分享 我就说 如果以前 因为我的 大家都知道我巴工很强嘛 但是因为我 呃 我搬到 我后来去加拿大 然后现在在LA 我的盘就是反过来了 所以其实 我的很多的心 当然 原来的这个birth chart 还是很有影响力 可是实际在 我自己在跟周遭的 这种环境的时候呢 就是影响 他就 他盘就换过来了 所以 其实我现在 就开 因为大家就知道 我现在在 非常的 深入研究 星座的东西 我 我个人的体验 就是真的 我现在在回想 我如果我真的留在台湾的时候 我真的就是 被霸凌到不行 你知道 我刚才跟我朋友分享 我 我的 学 那个 后面的同学 把我的椅子抽走 然后 你知道不是 地震起立 然后要坐下的时候 我就整个大坐空 坐在地上 然后你知道 那个是多可怕 因为你不晓得后面是空的 你整个坐下去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 你整个脊椎 通通都要冲上 这样冲破你的脑袋的那种感觉 是那种 吓 惊吓的那种感觉 老师竟然跟我讲说 我就说 哎 老师 那个他脑 你真的很痛 这样 就告状嘛 反正 而且老师看到了 因为是在上课的时候 老师就亲眼看着我坐在地上的 老师竟然就说 反正你也没事啊 不要那么爱哭啊 就赶快把椅子坐好 就这样子 他也没有欺负 他不是欺负 他也没有 就是 跟那个同学说 不可以这样 顶多就说 不要这样子 不可以这样玩 什么的 很危险 什么 但他也没有 就是那个 怎么 discipline 处罚他 什么都没有 就这样说他一下 就这样 然后 反正我就 然后以前反正就是 各式各样的同学也霸凌我 老师也讨厌我 反正就是你知道 那种 所以在学校里面呢 真的就是 不要觉得 哦 只有 好像只有同学 互相会霸凌什么 有的时候真的是 连老师都一起来霸凌你 所以 你 对 好像看起来对你很好 在你爸爸 妈妈面前 是一个样子 然后可是 其实对你就是 你知道很坏 或什么的 之类的 然后你可能真的 有苦说不出 所以要小心一点 然后还有就是 我们说同学之间 可能对你很好 然后但是你要小心 他可能真的就是 你 你掏心掏肺 但最后他就 把你卖了 你也不晓得 所以要小心一点 要保护好自己哦 未来七到十天 可能很多这种 双面人 坏蛋鬼 黑心鬼 OK 所以要小心一点 有些这种勾心 斗角的事情发生 然后如果你现在 正在找工作的话 也是一样 就是你在找工作 你可能没有事上 不是代表你的能力不好 或者是你的什么不好 可能整个就是一个 政治的原因 里面的谁谁谁 需要他的什么 他的哪一个什么 职子 需要一个工作 那就让他来上了吧 或者是什么 就是一些 可能黑箱作业啦 可能一些那种 就是一些其他的问题 跟原因 你也许没有事上 或什么的 那绝对不是跟你有关 那有可能 你事上了的话 你进去了以后 发现 天哪 政治的这个东西 太可怕了 而且你可能 你被事上的这个位置 可能之前那个人 就是做不下去了 觉得这太可怕了 公司 然后励职的那种 也有可能 可能这是一个 一直被 我朋友才今天 在跟我分享 他在一个公 他是在一个学校里面 而且你要想 这是学校 私立学校 他说那个 主要run 就是 因为你没有听过 礼拜六了 礼拜五 上传的那个 我也有分享 这个我朋友的故事 就是 然后那个学校就是一个 因为他是私立学校 所以他就是一个 向前看齐的 而且 有钱就是 皇帝这样 然后他说 对那些老师 都非常的不客气 而且 老师就随便换掉 然后 我们 就随便找一个理由 然后就把老师开除 把他fight掉什么的 他就说 他在那边的三年 他说已经看到 无数个老师 有一些是自己离职的 因为他们受不了了 有一些就是 他们就是随便找一个理由 就把老师fight掉 这样 反正 就很可怕 那种政治的东西 所以 有的时候不是你的问题 是 整个系统的有问题 或者是人有问题 在未来七小时天 要小心保护自己哦 好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未来七小时天 财运的部分 是Lord OK 这个Lord呢 有可能是代表房东啦 代表老板啦 所以 你知道吗 你们在公司里面 出现这种很多的这种什么假面啊什么的 可是偏偏你的财运又跟这个Lord有关系 所以你的钱财可能真的是要靠老板来给你 所以你在有的时候 人为五斗米折腰 也有这种可能哦 你真的不得不陪笑 所以这个双面人也有可能是你哦 就是 或者学生也是一样 啊 为了要可以在学校里面生存 你不得不学会哇要 呃 假面一点 来要要要 呃 这种 啊 好像当乖宝宝 这样子的那种感觉哦 所以这个也有可能是你啦 也有可能就是为了生存 你需要这样做 这个也有可能哦 那么呃 所以这张牌是财运的部分 是老板就是你的金主 你的财运掌握在你的老板 或者是有权有势的人的手上 因为这张牌代表的是呃 老板啊 代表的是老师啦 哎呦 我刚刚才在讲老师这件事 代表是你的老板 你的老师就是掌握你财运的人 掌握你生死的人哦 所以呃 有的时候真的就是你不得不 委屈求全一下 为了你的钱的关系 为了赚一点点辛苦钱 要要要这个 赔效 或者是假装一下哦 那呃 还有这个 这个当然也有可能 呃 就我们刚才还有房东的部分哦 所以你的财运的部分 也许也是跟房东有关 所以你们要注意一下哦 是不是呃 呃 也许是不是有房东想要来欺骗你的钱啦 呃 老板想要就是扣住你的 你可能加班加一堆 然后他就不想给你钱 Right 所以这个可能你们要注意一下下哦 还有就是 呃 学生的话 我不晓得 呃 你老是那个 但 学生倒是还好啦 我觉得财运的部分 但是这个东西真的就是呃 你们的财运的部分 要小心一下就是呃 这个你知道这也很难防 你真的是不得不 可能要当两命运之类的 为了要讨好老板 讨好房东 因为他可能还扣着你的那个什么 押金 对不对 老板是要给你发薪水的人 所以呃 可能需要特别对他好啊 或者特别做一些你不想要做的事情啊 或讲一些言不由衷的话啦 之类的啊 所以呃 你的财运的部分掌握在比你有权有势的 如果你自己就是自己的boss 那你的财运就是掌握在你自己的手上了 ok这个lord 你那如果你是自由工作者啦 你是自己在家里面做做自己接case啦 right 自己是自己的老板啦 那么你的钱才掌握在你的你自己的手上 是没有错 你爱接不接case right 你要你要推哪一个case 这个客人很麻烦 gy 我不想做了 fine right 但是如果你的生死大权 就是你的钱的部分是掌握在别人的手中的话 你可能就 呃 就会呃 就是你是理薪水那种的话 你可能就会 比较受限于别人 要做别人 要你做的事情 餐饮的部分 呃 当然有可能你得到老板的赏试 你就可以拿到呃 你就可以拿到 呃 薪水 bonus 这个也 奖金 这个也是有可能的 ok 所以呃 总而言之可能你需要去讨好一些有权有势有钱的人哦 呃 跟你的财运有关 或者是如果你要投资的话 那么你就要去找这个 这一个 呃 岗位 这一个项目 这一个东西里面的 呃 呃 全 全是有权有势的人 right 他 呃 大boss这一种 呃 权贵的这一种人 他能够 帮你 给你很多的财富 所以这个是贵人啦 也是这样讲 所以贵 你的贵人 你的财运贵人 是 你的老板 你的房东 你的有权有势的人 呃 或者是这种权贵之人 是你的 呃 你的贵人 right 但是 因为他们是你的boss 他们是有权有势的人 他们是这样子的人 所以 有的时候 你必须 可能需要做一些 哈腰鞠躬的事情 也不一定哦 ok 或者是要去social一下 要去交际一下 要去应酬一下 逼不得已的嘛 为了你的财运 对吧 破财倒是还好啦 ok 好 那么 我们来看一下 未来翘小时天 爱情语的部分 你们抽到的是 love ok 你们 你知道这个四号 我觉得老天就是公平的 你知道四号排阻 你们的工作 感觉就是你知道 辛苦到不行 财运好像也是掌握在 别人的手上 unless你是自己的老板 爱情硬确实 你看 爱神丘比特哦 所以你们的运气 在未来七到十天 在爱情上面 可能会开花结果 然后如果你是单身的 也许你就会被 爱神的剑射中 然后 可能是你周遭的人 可能是新的人 不一定 好桃花 有机会 可以脱单 或者如果没有脱单 至少也是认识到好的人 你就会觉得 哇 fall in love 我是我的菜 哎 我觉得 我觉得有的时候 我是觉得 碰到是你的菜的 几率超低的 你不觉得真的是 你会真的很喜欢一个人 当然 除非你真的是 很不挑 right 但是 要不然的话 要出现天菜的几率 真的是超小 我就是真的是要天时地利 人和 你们不觉得吗 所以我觉得出现 出现这张love的 这张牌 你知道这张牌哦 我开 我开这一副牌 它大概出现两次而已 我 就我帮人家算 然后用这副牌 这只出现过两次 所以 你们爱情运非常好哦 所以不管你是哪一个群组 爱群都很好 那我们刚才讲的单身的话 你非常有机会被爱神的剑射中 或者就是你真的是找到你的菜 OK 对方是你的菜 而且你 因为是爱神的剑嘛 所以应该是互相喜欢 我觉得第一个 稀释你的菜 肥已经很难了 然后还要互相喜欢 天哪 那是百分之一的那种几率吧 OK 未来七到十天 你们是很有机会哦 那 暧昧对象 你们很有机会 真的 你们真的是真爱啊 要不然就是 你们真的是天作之和 你们要不就是维持现在的暧昧状况 但是是很甜蜜的 要不就是决定要往下一个阶段走 我们要正式交往了 我们要 就是不走暧昧路线了 真的互相告白了 互诉终取了那种 那如果现在是正在感情当中交往中 那这个没有讲 爱到不行 OK 开心开心 l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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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要不然你们就是 如果你们有点淡 我觉得未来七到十天 很适合去找回你们的激情 而且你们真的可以找回激情 OK 要不然就像电视上面讲的 买女生的话就买个包不就好了 OK 买个包或买个鞋 这个是不看身材的 对吧 我觉得为什么女生特别喜欢包跟鞋 是因为脚 第一个除非你 我有听过就是怀孕以后会脚会变大 还是对不对 但是要不然一般来说 不管你胖瘦 脚是不会变的 然后包也会 不管你胖瘦 你都可以戴 所以是非常值得投资的 衣服你变胖了就不能穿了 对不对 你变瘦了 它就太大了 所以就是你知道 比较不符合投资报酬率 可是包包跟鞋子 超符合的 好 那么最后 走偏了刚才有没有 好 最后是要复合复联的 抽到这张牌 我真的只能讲 你们 除非你们就是因为爱而分开的 但是 因为还很爱 也许 you never know 的确 以后有复合的机会 或如果你们已经真的 你们真的已经是分很久了 那么最近未来翘10天 有机会可以复合复联 OK 好 这个就是给4号牌组的一个解牌 希望对你们有帮助 如果你们有任何想要跟我分享的呢 都可以写在下面的留言区 那也不要忘记帮我分享 订阅 还有按赞我的频道 还有我的影片 也可以顺便把小铃铛打开 谢谢你们的观赏 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咯 拜拜